人们常说男生是理性动物 女生是感性动物 但是在感情开始的时候 男生往往才容易冲动的那一个 在与心仪女生接触时期 男生们便宛如一姿求偶的花孔雀 恨不得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女生面前 出去吃饭游玩全包全揽 不让女生费一点心思 不管刮风下雨 楼下总有一个身影 在等候着见你上下班 一年世纪你的生日 情人节七夕节 但凡是拥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日子 总是贴心送上小礼物来哄你开心 总是第一时间回复你的信息 总是按照你的偏好来挑选东西 总是在你需要它的时候赶到身边 男生通过这一些无条件的付出 去说服或者购买 女人希望妹子能理性地接受她们 但是有时候付出不一定能收获成赠笔 爱情是一种很玄妙的东西 它有时候并不能用金钱与时间付出来衡量 这样男生们心里难免会委屈 我都为你拉下脸皮做到这份上了 你怎么还可以不喜欢我 这个是女人故意装清高 把架子拿得这么足 但是转念一想又是和父母的抱怨 我省吃俭用供你读书 你咋能不能那个年纪一回来 有什么差别 有言道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水星 男生女生看待感情的角度 也许存在本质上的偏差 对于男性而言 我在乎的是你对我多好 我在你身边花费了多少金钱与时间 而对女生来说 她们更在乎的是细腻感情需求 而不在乎她们曾经在男人身上得到过什么 也许一块名贵的手表 比不过她患病期间的陪伴 一顿昂贵的西餐 比不过亲手温热的牛奶 人们往往会对自己的付出 记得清楚明白 并希望在一段时间后收到回报 但是男童子也许会忘记感情的特殊性 如果没有破釜成舟的决心 与投其所好的眼力 在爱情的投资注定要一败土地 我们喜欢一个女孩 因为这个女孩身上的闪光点 深深地吸引了我 我被她魅力所折服 是因为她本身 而我愿意为她展现我的优势 愿意为了得到她的青睐 而做一些让她高兴的事情 这是我心甘情愿所为 并不是得不到反归 而伤心懊恼 就算得到了是她的拒绝 我为心中的爱努力过争取过 将来也不留遗憾 所以男孩子们 请把你们心中放在自己身上 而不是纠结于过去和付出 爱情这种玄妙的东西 总是会在她盖来的时候悄然而至 你总会守来自己的那份美好爱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перед вкус link temperament Program